柏佑座最新作品《後臺真凡看》 描述一個劇團叫做 博愛座推新戲的過程 他們用喜劇來談 經營劇團的酸甜苦辣 致力於融合傳統不斷創新的柏佑座 他們混合了莎士比亞 黃梅戲 還有傳統金劇 產生出一種全新的韻味 而金劇小天后黃雨林 更有突破性的演出 他用臺語演出一大段的獨白 大享乐周大日操獲健身手 展開熱血 you made 抉春 devot 歐 叫 歐 歐 歐… 各位各位各位 順所謂今天的慶功 就是明天的失業 劇场工作就是这样 国优作的最新作品《后台真烦看》 描述一个业余剧团博爱作的后台风貌 呈现了要把一个作品搬上舞台的过程 导演虽然用现代戏剧方式呈现 却巧妙融合了许多传统戏曲的段子 就是用戏曲的原本的音乐性跟舞蹈性的程式表演 用传统的经典桥段来套用现在人生的写实情境 因为找到这个突破口之后 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只是话剧加唱 或者是金剧穿现代服装 我们可以用这些经典桥段的 背后所代表的情感跟意涵跟故事 然后去以象征的形式 但是同样用歌舞的方法 夹在任何一个段落里面 所以它就会变成比较像是有精卫的歌舞剧吧 但是又不完全往歌舞剧的方向走 而是拿来当成一个叙事的手段 这样就快没时间了就要公演了 你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 我不配合 这么说是我不配合 那你说我到底还得怎么配合 才能让大家不要再叫我花瓶 我到底还得怎么演 才能让大家觉得我有演技都觉得好 后台真凡开的剧本想法 来自导演曾经参与 屏风表演般的风瓶剧团系列作品 借由情境喜剧的方式 带领观众看见台前幕后发生的事 倒了 不好意思 老师 老师你没事吧 我能不能把金剧的情节 套用到戏中戏的结构里面 就是我把一个剧团在排引一个金剧 然后用情境喜剧的方法做 导演将过去五年作品中的演出物件 作为舞台承设的一部分 透过相互指涉 虽然观众看到戏中博爱作剧团的演出 但最终其实在看的还是博优作 演出精准描写剧团的经营情形 也让人不免好奇是否这就是博优作的现况 我们说是伪志传作品 但其实没有这么糟糕 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夸张夸式 然后变成现在的剧本 作品中金剧小天后黄雨霖 有出人意表的演出 同时邀请黄雨霖跟郎祖云一起唱黄梅调 拼贴不同剧种的特色 展现创新的风格 就是我们觉得台湾应该要 发展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我们应该要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 表演的形式跟剧种 甚至是表演体系 所以我们这次的戏里面有 你会看到黄雨霖 会有一大段台语的独白 会有黄梅戏 会有莎士比亚 就是英式莎士比亚的口白语的念 然后会有金剧等等融合在一起 就是台湾有什么 我们就把它当成我们的元素 然后拿来使用 跟我一起去 拯救世界 继承金剧传统 融合其他表演形式的养分 独悠座要让观众看到 不一样的舞台演出 我们下期待继承金剧传统